哈喽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小红玩具 今天呢小红姐姐给你们带来了一部超好玩的积木 它呢其实是叫抑制积木联想六面题 接下来小红姐姐就把这个积木打开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积木是怎么玩的 现在呢小红姐姐就把玩具给拿出来了 咱们先来看一看 哦这里有一只小狮子 它在抱着吉他 是不是能发出一些音乐来呢 哦下面这四个颜色的按键 每按一次键小狮子就跟着摇动一下 然后现在咱们看一看 狮子边上的有一些小的按键 看看都是什么 小狗 这个呢好像是小鸭子 还有英文哦 小鸟 这个呢 小羊 下面这个应该是小青蛙 青蛙 最下面的好像是小花猫哎 小猫 这个还真的是还有意思呢 咱们再来看看这面 咦这面是一面小镜子 而且是米奇的小镜子 这里有个开关 哦 这个门是可以打开的 可以看到里面是什么样子 把门关好 看看这个绿色的小熊熊是什么 咦 拉动它 米奇的耳朵就跟着一起动呢 咱们再看一看这面 这面是一个小钟表 五个分针 时针就跟着一起动 小朋友们 你们认识几点钟和几点钟吗 一定要多学习一些知识哦 我们再来看看这面 哦 下面是一个小弓箭的样子 里面还有小球球 上面是三个小环 再来看看上面是什么 上面是一个红色的小橙轮 然后这些还有绿色小橙轮 好像是能转动的小橙轮诶 转一下 考验小朋友们的动手能力呢 咱们再来看看后面 哦 后面是有好多形状的 小朋友们 我告诉你们一个秘诀哦 这个为什么叫抑制积木呢 就是因为它能打开 看 小冬姐姐把盖子给它拿下来了 这个也是能打开的 小鸟 它是有好多个秘木块偏成的 怎么样 是不是还有意思吗 现在小冬姐姐又给它恢复原状了 好了小朋友们 今天的开箱玩具就到这里咯 你们喜欢小冬姐姐的玩具吗 喜欢的话一定要点击订阅 并且留言告诉我 下期再一起来玩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